金融揭秘 如果你们揭回到一个星期 7月10日我有一篇标题是 黄金价在重要关头的一篇 我介绍了两只黄金ETF 一只叫GDXVenic Vectors 一只叫GDXJ 当时我亦叫你们看第一只GDX 这篇标题的影响力很大 因为金价是发上发落 有时我们的广东话有点强调音 是发上发落 接着 国家是非常贴 那些美国的经济数据就死了 因为经济数据也好 但在经济数据好之中 美国联储局Jerome Powell 又突然间说减息 变成了市场也不知听得哪里好 好像我们玩的摇摇 YOYO 上完又落 下完又上 而实际上 这个活动是屡见不爽的 根本是一个正常市场活动 我强调 从有市场以来 根本就是说市场本应该就是如此 若不是哪里有市场 我们也没得生气 以黄金而言 金价根本上沉静了很久很久 来到也是我所说的四个文雅的字 悶出了来 我不用再解释了 我已经解释过了 突然间苏醒 由1200元左右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巴行声声破1400元 以道理 以正常情况 根本是市场没有道理 没有市场情况 要再升 应该 也没有应该 什么都没有 只有我们的判断力 要有个整固 然后才可以再升 有没有道理 有就当有 没有就当无 当然如果真的要再升 也要调整些少 你长跑也要有报处 对不对 跑马 而触发今次黄金苏醒最大的理由 很简单 不是避险的时候 世上只有妈妈好 避险的时候 世上只有黄金好 好 根本上我叫你们大层金 亦都是这一个概念 先先首先而来 日后何时会转呢 我会告诉你 一开始提出本欄一个星期前或六日前推介的黄金 GTX GTX Venek Vectors GOLD MINUS STOCK 是NYSE 都可以找到 介绍的时候 股价是25.5至25.5毫半左右 好像是25.5毫升 我记忆之中 刚刚我昨天测试一下 升了少少 26.21 正如现在我给你看这张图 一模一样 26.21 你们有没有发觉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 现货伦敦金和期货金的价格 第二不价格 有三弹 íp니 第两拨就是Hui 200日平均移动线 显示95%的ETF已经升破这条线 在94.74% 第三格是GDX对S&P500标普 而GDX的价格竟然遥遥在蓝色波浪型线上 这条波浪线是200日平均移动线 在这条线上非常安全、安乐、舒服 看完他对标普股市 再看他对真正金价是如何 对真正金价也遥遥在200日平均移动线上 一模一样 总括来说是什么呢 即是GDX无论对标普500标普 现在已经升至52星期高点 而GDX对今价升至两年来的高点 这就是技术性分析中的Bullish Consolidation Bullish Consolidation即是大牛市前的调整 就这样看金价就看金价 要看很多东西 又要看HUA,又要看ETF 当然要最有分水的ETF 好像GDX 许多说以来,这才是最紧要的 买了会否继续持有呢? 现在价格还不能继续买呢? 下个位子 就算我今天不讲,如果我不讲,非常大劲 因为一定会令我的电邮爆厂 很多人一定会来我的电邮问到我爆 我告诉你,你不用再来问我 因为我每天过这么多电邮,有时是miss了回答你们 因为太多了,回答完回答后可能已经miss了第二个 不如现在告诉你,下个位是27.5元 现在是26.21元,下个位是27.5元 是1元之上 去到27.5元是怎样? 因为目标是30元 知道你们何时食股何时胜 听着我的讯号 如果你自己有判断力 因为钱是你们自己的 当然决定在你们自己的身上 不需要一直跟着我 至于黄金价,真真正正的黄金价 似乎伦敦金,期货金 很明显的调整底部在近一个星期是1400元 跌不破了 这不是一定的 总之,过去这个星期是 会不会跟着那星期是 有八成是吧? 但也有两成 分分钟有突发事变出来 是不是的 这就叫市场 如果停留在1400元破不了 上面是1420元 1420元 1420元 1440元 1440元后 还有1450元 我刚给你那篇 如果1450元也过了 1500元就等于什么? 如入无人之境 我有一个缺点 我自己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 我生性太乐观 很多时反映在我言行上 就算黄金价比 我也表现非常轻松 因为我心里有个概念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经常说自己 很忙很忙 根本上就是无能 他不懂得调教自己的时间 不懂得安排自己的工作程序 所以很忙很忙 一天都忙到黑 忙到睡觉都没得睡觉 又有人经常说自己 很辛苦找席 去养家 连管教子女的责任都交给菲蓉 菲蓉带她们今晚 由早到晚 菲蓉见我的子女更多过我 菲蓉如果可以教到她们做人应有的德行 菲蓉如果可以教到她们做人的道理 这句话是粗俗一点 但我们的行内经常说 老鼠也可以被猫吊 所以很多败坏的青年 通街游行 通街订砖 通街冤警察的手指 通街拿一把傘去集警 通街说粗口 骂警察 他们认为 警察我都骂了 看我多厉害 这些就没有家教了 还有一条猛兵 走到进去 立法会 站在上面 我现在就是show给我的子女看 你看我多厉害 不屌 我都骂了你老母 都骂了你子女的阿祖阿祖阿祖 所以这些笨子父母 生而不教 使香港现在搞到这样 这样什么呀 一坨屎 就是因为这些青年 是他们没有教出来 没有家教 他们以为 我从早到晚很辛苦赚钱 然后连连带子女去游浮 shopping 吃饭 这就叫做尽了父母责任 我屌 那叫做什么 你知不知 那叫做没有家教 猛兵 好了 今天聊到这里 够了 废家事 戳着到中气 留下来为观众加倍服务 拿多些资料 和他们保值增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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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